2014年高雄發生石化氣爆 對地方造成嚴重傷害 後續市府分六大案 提起代位求償訴訟 近期高雄高分院 就六大案中的其中一件二審宣判 市府責任比例佔八成 對此市政府表示尊重 但原宣表遺憾 並將持續上訴 高雄高分院在今日 針對氣爆求償二審宣判 認定中有五者 融化以法院責任比例二成 市府八成 市府尊重司法判決 但對於法院未能公平 追究造勢責任 及領先造勢責任 能深屌遺憾 因此市府會持續上訴 十年過去 冗長的訴訟仍然持續 社載店里長對此表示 無論訴訟結果如何 這場災害 都是居民心中永遠的痛 這裡現時會受災 有的死也死了 叛早就叛早了 對這種刺罰的事情 市府可以說 市府都沒有說 所以說 市府的高層對我們老百姓 我們這五百姓來說 是我們都沒有出雍 但是這個雙雲 十年的雙雲 已經報到現在都頂了 平了 這個問題 這到這裡而已 可以這樣而已 我們都沒有退休什麼 要再退休什麼 我也沒有帶來去退休了 市府強調 本案判決金額 並不會影響受災者權益 並且一定會堅守 多退小不補的原則 至於受災者的權益 不會因為判決的責任 比例而有影響 市府重申 一定會堅守 多退小不補原則 也就是說 對個別受災戶 判決賠償金額變少 受災者以領的補償金額 不用退款 若判決金額增加 市府會予以補足 故受災戶不用擔心權益受損 如果判決賠償金額變少 受災者以領的補償金額 不用退款 若賠償金額增加 市府會予以補足 因此受災者不用擔心權益受損 記者 朱經緯 判知 廣告上報導 準備賠償金額 每一部分都以補償金額 提供 約9月的補償金額 以補償金額